巴尔扎克在他22岁那年曾给妹妹写过一封信 看看周遭是否能帮我物责一个有比财富的寡妇 文人尚不能免俗何况明星 不要以为只有女明星爱好门 其实嫁入豪门的顶级男明星也比比皆是 男星嫁入豪门代表人物刘德华 1985年刘德华认识了朱丽倩 那时候的刘德华还不是刘天王 但是朱丽倩已经是儒嫁包换的首富千金 朱丽倩的爸爸朱建成是马来西亚冰城首富 家族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公司涵盖各种行业的生意 甚至拥有711 星巴克等超过150家子公司 就连郑秀文和任先期主演的电影 《夏日摸摸茶》中的《小岛度假尊》 也是朱丽倩家族投资的 这么多年来朱丽倩的默默支持现已为人所共知 至于其他方面究竟有没有资金的支持 商业资源的支持人脉的提供 我们只能猜测 男星嫁如航门代表人物 朱润发 现任发嫂陈惠莲 乃是新加坡富商陈守林的独身女儿 发哥在遇到发嫂之前 曾与陈玉莲相恋过 与余安安结婚过 都已分手和离婚告终 作为富家千金的陈惠莲 初始发哥时 完全不知道他大明星的身份 两人已平常心交往 后来发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红透神州大地 又进居好莱坞 发嫂则始终陪伴在侧 各种场合无论大小 有发哥数 几乎必有发嫂 发哥的事业发展 与发嫂的亲自打理 须于不可分 男星嫁入豪门代表人物 吴彦祖 吴彦祖的妻子 莉莎不仅是一位浑血名魔 而且家世显赫 其父盖瑞史莱斯那是拉斯维加斯最耀眼地标 凯撒皇宫酒店的CEO 该酒店汇集了赌场 购物中心 大剧院 夜总会和世界级水疗的豪华娱乐帝国 而丽莎的前任竟然是 钢琴家的主演 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阿德里安 布罗迪 男星嫁入豪门代表人物 真子丹 2003年5月时 真子丹认识了模特出身的美女 王诗诗同年8月两人闪婚 次年两人就拥有了女儿 王诗诗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 在珠宝业界被尊称为 加拿大的钻石之王 以其家里的珠宝产业规模来说 王诗诗的富贵身价 着染不菲 而真子丹与其闪婚的过程 充分告诉了大家 在遇到豪门的时候 男星一定要反应快 文准很 才能迅速地顺利加入豪门 男星嫁入豪门代表人物 池仲睿 1990年 池仲睿因出演了西游记 而大红大字之后 淡然消退于演艺圈 转而与大他11岁的成功商人 陈丽华结婚 走入了家庭生活 陈丽华 06年福布斯排行榜 中国首富北京 金宝街的街主 据说池仲睿单身38年才结婚 看来这迟到的婚姻 对他来说吃得值得吃得潇洒 而陈丽华也大可笑看一句 只有我才吃过 汤僧肉